韩文在告别音乐会上已经据点 说心境如我刺痕刀向天笑去流肝胆两昆轮 问名嘴中年谎却秒酸 感觉作者谭四同被亵渎了 另外致辞他也扯上了周武王 认为团队同心同德 让大学教授听了跌破严禁 古时周武王有乱臣死人 同心同德 能离周王亦造的遗人 我不敢自比周武王 但是我敢说我们这个市府的团队 里面的首长 各个都是今世记民的才华 而且我们同心同德 在告别音乐会上 韩国瑜一再感谢市府团队 不过内容却扯上周武王 让大学教授听了跌破眼镜 周武王这时候去攻击一厂考 木野之战是一场偷袭的战争 是周朝以早盛多的战争 周武王建立了周朝 大概至少800年 但是韩国瑜只有一年多 你有专家分析韩国瑜拿 中武王灭掉暴政的商朝 当作例子 恐怕一指他击退民进党 替蓝营拿下高雄 不过没想到短短一年半 就被罢免下台 他也自曝如今心境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特别引用清末百日为夕 遭斩首的谭四童 所作的七言绝句名言 意思是我横刀从容就义 仰天大笑 你我肝胆相照 光明磊落 如昆仑山一样 雄伟气魄 是死是活 又有什么重要呢 不过名嘴周年晃 就忍不住在脸书猛摔 感觉谭四童被亵渎了 但听在古文老师耳里 这番话似乎别有深意 向天笑 他只是一种洒脱 他只是一种什么呢 败君之将不可言有 也就是说呢 他准备把他自己 这种所谓的失败的 这种所谓的成果 他独自承担 韩国日最终致词 想要引进句点 不过反而像拿石头砸自个脚 截止没走的洒脱 却留下狼狈难堪之姿 借重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